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星战大队一直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包括他的影片甚至于还包括旁白还有包括音乐嘛 那现在准备要反攻了就把一些影片呢 把一些这个等于说星战喊话全部都做出来啊 因为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最近乌克兰获得一个让他们强心争的一个 不是春季大反攻准备开始吗 美国终于点头答应 那么F16虽然我美国不愿意让俄罗斯找到借口 我不提供 但是只要是F16使用的其他国家 要把F16给乌克兰 我OK 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乌克兰整个士气大震嘛 那么俄罗斯为了反击 所以俄罗斯最近干了一件事嘛 直接把伊朗的攻击自杀无人机59架 全部飞到基辅去嘛 那基辅现在号称说有击落58架 不是 你才飞到基辅 人家就在你的伊朗后面开枪了 对 没有错 那事实上呢 那么你没有发现吗 伊朗以前都是否认说 他们有提供攻击自杀无人机嘛 那么这次 那为什么伊朗突然间就不再演了 因为很简单 听说 听说俄罗斯直接用苏凯35跟他换 你知道吗 他用苏凯35 给苏凯35 我给苏凯35跟他换 那你会问说 那俄罗斯有苏凯35 为什么不直接到乌克兰的战场上 我跟你讲 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想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发现吗 乌克兰的防空越来越厉害嘛 所以他一架 两架 这个苏凯35呢 可能去了以后 可能白白送死被防空飞弹打下来 但是他可以换无数的几百架 甚至于上千架的攻击自杀无人机嘛 所以现在呢 显然伊朗愿意换了 我告诉各位 他在这几天呢 不是一口气 59架飞到基辅上空 这是从去年到现在 基辅上空最多攻击自杀无人机 来突袭的状况你知道吗 那其中有打下来的 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 才掉到基辅下面一个加油站 结果因为这样造成一个男子死亡嘛 可是呢 那么泽伦斯基也就是乌克兰的总统非常生气 所以他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向乌克兰的这个国会提了一个提议 是什么呢 要50年经济制裁伊朗 你知道吗 而且除此之外 听清楚喔 乌克兰的领空 不准任何伊朗包括民航机通过 你要听清楚他什么意思啊 如果通过的话 我可以把你给击落的 你知道吗 两边已经玩酒 已经给他太当了 所以把伊朗当敌人 而且我告诉你喔 他这样向伊朗宣誓的时候 其实泽伦斯基背后的目的还有一件事 请问哪一个国家对伊朗特别感冒 除了美国之外 就是以色列你知道吗 所以以色列的铁穹系统 那时候不是扬言说 如果再惹我的话 要把铁穹给乌克兰嘛 所以事实上呢 泽伦斯基也在挑起 以色列的铁穹那个怒火跟战火嘛 所以乌克兰整个战场呢 越来越 他最近这几天呢 甚至于还公布一个有关于 那么英国不是原住 他们暴风 暴风之影的这个 比如说相关的这个巡弋飞弹吗 说百发百中 那法国也要给他了 事实上呢 那么今天也传出来啊 从战争打到现在十几个月啊 外资撤掉1.1兆元 从俄罗斯撤掉了 而你也不要以为说俄罗斯好像把这个天然气跟石油 也不是卖给这个中国跟那个 这个印度好像有赚钱 没有 为什么 他们用地域1.2 甚至1.3以下的价格卖给他嘛 所以现在俄罗斯陷入一个困境就是 我的武器弹药越打越少 然后如果不是越打越少 我光拍天啊 还必须要去用到这个伊朗大量的无人机吗 然后现在又不能挪用他的太平洋舰队相关的武器去打 所以如果真的乌克兰大局反攻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三面大局 从北中南三面大局去打 只要打下一个 整个俄罗斯真的普丁啊 摸名转倒灰一眼面尽失啊 所以董事长 现在真的有那种山雨欲来的味道吗 还有就是 你觉得美国根本就是对于所谓的邪恶轴性 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 北海围点打圆 我就围 围了以后你赶来圆 我就把你打掉了 不俄罗斯还是主要的麻烦 大家解决这个麻烦的话 我看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这胜负大概已经出现一个距离 俄罗斯没有 俄罗斯抵抗力了吗 处于比较下风的阶段 因为整个西方联军的力量还是非常大 而且就像刚刚瑞德讲 他还给他新的武器 新的装备给他F16 然后F16就停止了吗 应该不会 后面还会有 所以他的武器的装备 是一层一层一层上去 所以更大的作战能力的装备 会不断地输入到乌克兰方 那你反过来看 你看这个 因为你看俄罗斯这一方面的话 就变得非常安静 而且他的后勤有很多困难 所以这个胜负大概是看出来了 以前俄罗斯都会叫嚣啊 反击啊 都没了 现在有这两天的叫嚣 就在叫嚣说要用核子武器 对 就跟白俄罗斯的总理 这个鲁尔森科 他们开了一个汽车会 到这一段为止 但是你看很多的花样 很多的动作 都是从乌克兰产生的 包括乌克兰去支持 所谓他什么自愿军啊 什么自由军啊 进入这个 进入俄罗斯 进来去骚扰等等 那这个整个状况看起来 刚刚你又看到有 还有这个宣传片嘛 对不对 代表什么阶段呢 代表 你要看哲文斯基全世界各地跑嘛 所以现在是进入一个 所谓的政治作战的阶段 政治作战的分量 远大于军事作战 对 因为军事作战的好戏还没上场啊 对 刚刚不是讲了吗 还有F16还没来啊 对 那你要打 要等F16来 要手上打的话 他就变成稳赢的啊 所以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战场相当的主导权 倾向于在西方联军 那西方联军目前的状况 有做了一个比较往长期化的打算 而且我刚刚提到 他从最开始他所支援的武器 到现在到F16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要进 那这个要进的后面 并不会停止 会持续地加油 因为我看到很多文章的讲法 这个北约的作战的目标 希望彻底击毁俄罗斯的 所谓的核武器的核武的力量 俄罗斯非核化 因为欧洲现在最怕什么 欧洲 就只怕你俄罗斯核武 俄罗斯 欧洲的未来100年的战争 会有战争的可能性 就一个国家嘛 就俄罗斯嘛 那中国太远了嘛 俄罗斯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欧洲怕了嘛 就核武啊 所以我要避其功于一 所以我避其功于一 把你核武拿掉以后 我俄罗斯可以取得一个 百年的一个平安 是他主要的目的 好 提问 所以刚才讲到 现在有那种 感觉上是破坏洗扰症在进行 然后刚才讲 从贝尔江斯克 辛佩里卡夫 尤尔伊卡夫 伊夫卡 马利波 这个地方 现在都出现了非常奇怪的 爆炸破坏跟洗扰了 对 这个是传说有 风暴之影 就英国所提供的风暴之影 空对地的飞弹 然后打了沿岸的城市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风暴之影 它是什么 由载台飞机飞出去之后 它经过GPS的定位 沿路走走走 因为它是个巡弋飞弹 所以走了之后 走到一个定点之后 马上提升 直接垂直打下去 打到它的重要的目标 所以有人怀疑说 现在在亚述海的周边的 这样的所有沿岸的相关的城市 都有被攻击的情况 可能就是乌克兰 已经拿到这个风暴之影的 这个飞弹之后 然后陆陆续续的 不断地在攻击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画面 都是风暴之影炸的 对 大部分都是怀疑说 是风暴之影炸的 另外来讲的话 其实在最近这几天 乌克兰也受到俄罗斯的 无人机的袭击 你知道无人机袭击 总共无人机出动59架 结果乌克兰竟然把它击落58架 你看到 乌人机就是伊朗所提供的无人机 对乌克兰来讲的话 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威胁 不过乌克兰也不是水游灯 它也是会反击的 所以它也是往了什么 克里米亚右边的地方 叫做克拉斯诺达尔 这个地方来进行回击 乌克兰用了无人机的地方 在克拉斯诺达尔 这个地方列领了相关的 雕像的附近 或者是说在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据点来进行打击 同时也有人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普丁不是在黑海有一个锁器 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度假别墅吗 度假别墅也被发现到有人安置炸弹 就准备好像要去进行攻击 所以显然在俄罗斯境内来讲的话 也不得安宁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乌克兰的境内 很多的官员都频频发出去 他们说他们要反攻 那这个刚刚有那个画面就提到了 就是说里面有爆二的这样一个主力战车 有海马斯多管火箭的发射画面 但是重点是什么时候出手 其实都还没有定论 所以对我们对大家来讲的话 事实上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是战场诡诀都变了 那普丁完全不知道说乌克兰到底在想什么 什么时候会进攻 但是他不断的用袭击战术 然后把那后勤补给的地方 不断的一直攻击 不断的打掉来情况下 也对俄军造成人心惶惶 他讲兵者鬼道也 实则虚之虚则实施 战场上变换莫测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还是什么是假 现在乌克兰 他现在一直讲说我要反攻 他讲反攻你不是也很低调吗 你不是好像夜袭一样吗 在无声无息刺到敌人的心脏吗 可是乌克兰现在 他干嘛 公告周知 还拍影片 怕别人不知道 人 respe esos 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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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封殖 好 好 就是MBSN 是喔 我看了東西 奇品格達 這真的還假的 這個是真的是由他們 官方釋出的這個所謂宣傳片 而且這官方釋出的信號片 你仔細看這裡面的畫面 其實有德國的鮑賀坦克 有美國做的防地雷反伏擊裝甲車 有M拐拐拐火箭炮 有海馬式火箭彈發射車 這換句話說你現在看到 就是這種聯合國式的大軍 大型的軍演 大型的軍事展覽 那這個東西他們在做什麼呢 他們是在說 我們要奪回屬於我們東西的時刻到了 換句話說這就是大反攻的席文 可是大反攻不是應該低調嗎 不是在無聲無息之中 刺入敵人的心 知道嗎 哪有人敲鑼打鼓的 對啦 他們不只拍宣傳片 他們的安全官還出這個什麼東西 他們安全官還上電視受訪 上電視受訪這個畫面 其實就是烏克蘭最高層級的 安全情報官 他上電視受訪說 我們就會在這幾天 就會有所謂的反攻 然後可能在明天後天或是一週之內開始 他沒有講具體時間 可是確實上就真的會反攻 而且這個ENDY很妙 ENDY是想說 對不起我不能接受訪問了 為什麼 正論司機打電話給我 正論司機叫我去開會了 哪有人這樣會的 對 他就是這個把這個情緒拉到滿 這是緊繃 這個所謂的最後的大週 最終章真的要開始了 那目前狀況是這樣 整個俄羅斯現在有一點被 變成這種多點開花 多點開花 就是我們特別有整體出 因為各種時間序 從1234567 這些時間序其實有 包含著這個羅斯多夫 包含烏南的非常多的練油場 都有不一而足的這個爆炸 然後不一而足的這種所謂 敵後作戰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呢 其他還伴隨一件事你知道嗎 這些地方網路最近突然被斷網了 這是非常非常誇張 這個是網路訊號 斷網 這是網路訊號 這網路訊號你看喔 很明顯在最近全部都斷掉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的烏克蘭可能在 對俄羅斯的戰警區做什麼 網路的壓力測試 這個壓力測試是要做 就是以前俄羅斯對烏克蘭做的 現在他等於跟烏克蘭反其道而行了 沒有錯 因為是比爾 姜斯克跟梅利托波 這兩個地方網路出現故障的現象 所以在做這種斷網的壓力測試 那俄羅斯當然知道 烏克蘭去反攻 所以俄羅斯要做最後的掙扎 目前狀況是這樣子 俄羅斯的出動 在日前 竟然一次出動 54架伊朗的那個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竟然全部飛到基輔去 想去炸基輔 這叫所謂的見證者無人機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54架竟然被烏克蘭攬下了52架 所以烏克蘭現在 他已經不是有所謂的 攔擊因素飛彈的能力 連攔無人機的能力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目前傳統他們是用 德國給他們的裂暴防空坦克 加上愛國者飛彈的交叉防禦 所以他有專門針對無人機的反... 坦克車 沒有錯 因為你看這個裂暴式的防空 那個防空炮車 它其實下面是暴力坦克做比攤 上面是這種兩門三五快炮 然後再配上仙機的雷達系 就這個 對 上面就是仙機的雷達系 就可以把所謂無人機 所以我上面的雷達 我可以抓無人機 抓到無人機之後 那我就用三五快炮趕快進行射擊 沒有錯 所以這個東西 確實是造成了整個烏克蘭 非常非常大的防守的優勢 那現在... 所以不像台灣的三五快炮 還要坐在那邊左塞下 右塞下瞄準 人家早就跑掉了 都是全自動的啦 現在就你看 雷達不斷在轉 不斷在掃描對方的位置 然後透過全自動的方式 那個三五快炮 就往掃描到位置去打 這東西其實完全就已經是 現代新式科技的戰爭嘛 五十四架 攔下五十二架 所以表示烏克蘭除了攔極速飛彈 連這種所謂的無人機都攔得住 另外呢 對於加拿大來說 也開始做各式的軍演 加拿大宣布提供烏克蘭43枚的 AIM-9的翔尾蛇空對空飛彈 欸 這很有意思喔 因為AIM-9的翔尾蛇空對空飛彈 是幹嘛 不是炸地的 是對付敵人軍機的 對 換句話說 他也要確保烏克蘭的戰鬥機喔 在空中面對俄羅斯的飛機 能夠有一個優勢 可以把這個飛機維持空優啦 把這個領空去做進空 所以現在烏克蘭也對領空進空的 空優做足了準備 另外呢 現在給大家看喔 一個畫面 就是這個年紀大的俄羅斯的士兵 你可以看到 他幾乎已經沒有作戰意志喔 他既然喔 這個這個雙手抱頭 你看從遠方啊 一路走過來啦 走過來呢 就是要投降 然後投降邊走過來呢 烏克蘭呢 邊走 烏克蘭叫做 你把頭盔丟掉 把背心丟掉 雙手抱他 抱頭之後呢 再給我爬過來 所以現在俄羅斯前線士兵喔 是根本完全沒有心思去打仗嘛 所以現在什麼時候反攻 我們不知道 他說可能一天 可能三天 可能一週 那這個東西呢 我認為啊 如果真的反攻的話 烏克蘭可能真的會大獲全勝 好 東北 我要問的這是真的還假的 你不是說戰場上 真的是假的 假的是真的 哪有的時候我在反攻前線 拍那種宣傳影片的 現在的戰爭喔 很少有棲息的 都是擺明了陣仗 擺明陣仗 你譬如說像伊拉克 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時候 他就在科威特集結了好幾個月嘛 就擺明了我要打你 那這個情況是一樣的 從烏克蘭擺明要打俄羅斯了 對 他這個影片 剛剛正好講的沒有錯 出現了幾個東西 爆二坦克 爆二坦克 海馬士 布萊德利那個步戰車 那個步戰車很厲害喔 那個步戰車在海灣戰爭的時候 摧毀了對方的坦克車 超過那個阿布拉姆斯 超過了M1的 那個很厲害的 所以這個就態勢很清楚了 第一個他是這個 烏克蘭的國防軍的總司令 扎盧斯類出來講的 說是時間到了 我們要收回我們的東西 我們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就是現在被佔領的領土 加上克里尼亞吧 然後剛才那個達尼洛夫 就是他們的這個 國家安全跟國防事務的秘書 他也講了 或者是明天後天 或者不出一個禮拜 他這個講得很明確 時間都講出來了 這不會是基底嗎 有可能 但是底話已經講成這個樣子 你非打不可啦 非打不可 他那個42時機 他的地面部隊的總司令也講了 這個時機已經到了 對 這些就意味著 我們期待已久了 這個反攻會開始 但是什麼樣的規模 或者什麼時候不知道 我個人認為 他不會是一個單點 而且我個人 這是我個人認為 可能重點反而是在這個 現在最 那個巴赫姆特這邊 為什麼呢 巴赫姆特不是最難啃的嗎 對 最難啃的 但是現在可能是最好啃的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 跟烏克蘭的戰線 長達一千多公里 過去這大概最少 五六個月以來 只有巴赫姆特這一段在打 對 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停頓的 是 那停頓的這個地方 其實他一直在做防禦公式 所以相對上可能還並不這麼好打 但是巴赫姆特一直在交戰的狀態之下 對 然後 烏克蘭為什麼要死守巴赫姆特 他的這個戰術就是希望把你的 精銳部隊在這邊消耗掉 對 事實上也做到了 因為瓦格納這邊死了兩萬人了 對啊 他講十兩萬人 有很多人就質疑他 你根本就是這個以掃暴墮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這個巴赫姆特這邊 他光是俄羅斯這些監獄的犯人 就爭了五萬人了 對 爭了五萬人 然後他後來說這個五萬人裡面有兩萬六千人 這是人家質疑的 說兩萬六千人讓他 那因為完成任務了 釋放掉了 那還有一萬四千人在哪裡 那他現在這個瓦格納已經撤出去了 撤出去重整 為什麼要重整 就是受重傷了嘛 不就是這樣子嘛 那我剛剛講的重點就是說 巴赫姆特這邊一直是在交戰的地區 所以他的這些防禦的公司 可能還沒有別的地方做得完善 對 沒時間沒辦法走 對 所以現在其實烏克蘭很大部分軍隊 是急跌在這邊的 急跌在後面的 就急跌在 巴赫姆特 面對了巴赫姆特外面這邊 他現在兩側已經開始上去了嘛 那是不是會看到 這邊大局從這個點突破 因為從這個點突破 對我來講是有意義的 他這個防線不是這麼穩固 而且巴赫姆特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他如果從這邊突破之後 他可以直接繞在別的防線的後面去了 所以我認為他不是一個單點 但是重點很可能反而是巴赫姆特 現在俄的戰爭 真的在這一兩天會有大變化嗎 我看到國際媒體很妙是 他說為什麼現在德國趕快進來 我要把金牛做給你 為什麼現在加拿大也要進來 因為烏克蘭未來的重建工程 是一塊很大的餅 你回憶一下在二戰快結束的時候 蘇聯是不是趕快先進來 沒錯 趕快打關東軍 趕快分一杯跟 因為他知道戰爭快結束了 所以趕快要分一杯跟 什麼叫趕快分一杯跟的概念 現在歐洲所有國家 包含美麗所有國家 都等著烏克蘭的重建 你知道嗎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 烏克蘭重建基金 將近有12兆5千億台幣 12兆5千億台幣是一塊大餅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歐盟來講的話 它有一個Bowhouse的計畫 這Bowhouse的計畫是什麼 準備要在烏克蘭建立一個 類似烏托邦的概念 什麼叫烏托邦的概念 過去來講什麼綠能什麼的智慧城市 什麼科技的東西 現在全部要投入到烏克蘭的 這個地方來做重建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被清空 什麼都沒有 全部都被崩毀掉 崩毀掉之後就是最好的 重建的開始 剛好又是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的 一個當然很殘酷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現在剛好活生生的 一個東西擺在那邊 歐洲聯盟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他說他不會重到二戰的覆轍 他說什麼 帝國主義的分割 其實說實在也在分割 你看到俄羅斯整個來講的話 全部都被人家在分割 你以為這個中國派的理會代表團 到烏克蘭去幹嘛 他其實也是要去談所謂的重建 所以中國也嗅到了說 我未來重建我不能缺席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你看當時在戰爭 現在戰爭還沒有結束對不對 但是你看到愛爾蘭 德國 荷蘭 還有北歐的幾個國家 英國 甚至說好幾個國家 早就已經進入到這個地方來投資 你看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德國的拜爾 就已經投資6500萬美元 在做農業生技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這個愛爾蘭的部分 它也有一家公司叫Kingspland 它在利夫這個地方打造科學園區 它也投入了 連那個所謂的雀草 雀草 雷式的雀草 也在這個所謂的西北部的 這個地方 烏克蘭的西北部 打造4300萬的 這個相關的食品加工廠 所以這幾個國家都進去 然後你上一次我們還提到瑞士 它為什麼要凍結俄羅斯的央行的 這個財 相關的 2000多億 對 2000多億 那其實說真的 他們也是準備要做烏克蘭的一個重建基金 所以整體來講話 那就不要再講這一次這個G7 在日本 責倫斯基親自搭了法國的專機 到了這個廣島 然後日本也成立了一個基金 專門要協助這個日本的企業 還有法國 你看 法國也讓700家的企業去參加一些說明會 就烏克蘭重建說明會 所以整個全世界全部動起來都在做什麼事情 都在做烏克蘭的重建計劃 那當然美國更是這個不防多讓 美國一定是跑在最前面 而且法國評估是美國一定會優先拿到的 因為美國他本身來講協助烏克蘭是最多的 所以他回饋當然是最多的 他一定有話事權 對 有話語權 有話事權 所以對這個接下來講的話 法國他們也想分一杯羹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你看看這個戰爭 它即將要結束的一個訊號是什麼東西 就是現在大家講著 要去分重建基金的這一杯羹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事實上是已經釋出了某種訊號了 好 那董事長 今天烏克蘭這樣自得一瞞 現在他拍的這種影片 難道他不怕俄羅斯了嗎 難道俄羅斯沒有辦法反抗了吧 所以現在的事情是屬於什麼 屬於宣傳時刻 宣傳時刻 廣告時刻嘛 這個廣告嘛 然後你反過頭來去回憶 我們回顧這一年多來 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想一個最具體的指標 他一開始的時候 盟軍的態度是猶豫的 前兩天 後來開始準備給援軍 一開始給什麼 什麼尖刺 什麼針刺飛彈 頭盔啦 什麼衣服啦 他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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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種然後最後到最近開始 英國開始給他什麼 幻影什麼什麼 暴風幻影的飛彈啊 然後在德國給他有五百公里 四成的這個金牛座啦 然後美國開始給他F16 他這個東西是 他是逐漸加壓 他的整個給俄羅斯的壓力 這一步一步一步往上堆疊的嘛 他不是一步到位 所以他很多東西的動員的方式 我覺得是整個西方國家 已經在臨持俄羅斯 因為他知道俄羅斯的 各種的力量在衰退 目前等於說是 根本沒有任何反擊的力量 然後你看看 第二點就是說 中方的特使 到達烏克蘭去談判的時候 他怎麼談判呢 他談判條件很簡單 他要求這所謂的撤兵計劃 什麼叫撤兵計劃 他希望你把土地讓給俄羅斯 立刻被哲倫斯基拒絕掉 然後遙遠滿天飛啊 前兩天這個到G7的時候 廣島會議的時候 哲倫斯基坐誰的飛機去的 法國 法國飛機去的 那大家猜什麼 為什麼坐法國飛機 他為什麼坐 他可以坐德國飛機啊 對啊 他可以坐英國飛機啊 不是更親美更親這個北約啊 他說法國幹嘛 法國是什麼立場 法國立場基本上跟美國 是有非常大的旗艦的對不對 所以大家前兩天猜什麼你知道吧 會不會法國飛機 坐完之後就飛北京嘛 想要跟習近平碰面嘛 所以習近平在這裡面 到底有什麼角色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 變成各種國際的這種角力 外交是主要的主體 然後呢這個陰謀跟很多的間諜 這一類的這種好萊塢式的談判 才是真正的故事上演 最後還是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 內機 其音樂 足達 船 領 書